好 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来一块功课一下第二题 实际上功课这个词用得重了 它没有那么难 咱看第二题 加一两人同时从AB两点出发 加每分钟走80 以及每分钟走60 这个时候是不是知道加一两人的速度了 知道速度就一定知道速度比 对不对 汪老师你怎么这么喜欢速度比 我跟大家说过这句话 速度比一定是解一个形成问题的关键和灵魂 听得懂吗 一定把这个灵魂给抓紧了 懂我说的啥意思吧 有速度比一定要用速度比 没有速度比想尽办法求速度比也得求 听见了吧 所以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你们看加一两人分别从AB两点出发 加速80以速60 速度比是4比3对吧 那画全程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画成几份了 加走4份一走3份 画成7份 听明白了吗 这是咱们解形成问题特别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是什么呀 知道速度比画出画什么度 那叫分数图对不对 嗯 你画头头一定要画分数图 有什么好处呢 有点读画行不行 行啊 没什么大不了 但如果你画了以后就形象直观好做题呀 听得懂吗 嗯 所以读到这儿 后面我不读 我大概就这么画 1234567 还能看明白吧 嗯 你看郭老师画的全程多好看 还带拐弯的是不是 能明白吧 那这儿是不是一个叫A点一个叫B点 对吧 是啊 甲从A突发 这就是甲吧 乙从B突发 这就是乙对吧 嗯 他说 突发一段时间后 两个人在最终点的C处相遇 这句话说的乱七八糟的 就是两个人在C相遇是吧 嗯 他两个人在最终点的C处相遇 这不像中国人写的汉语是吧 在C点相遇 正常情况下 应该在哪儿相遇 他走四份 那个走 三份 所以C是不是应该在这么个地方 大概 是啊 能听懂吧 嗯 在这么个地方 但是总有意外是吧 如果没有意外 这问题就没得做了 是吧 太简单了 你看啊 他说如果甲从A在途中停了七分钟 是吧 嗯 有点斜掉了 是吧 踢斜是吧 停了七分钟 两个人将在最终点的地处相遇 就是两个人在地处相遇了 能明白吗 嗯 知道什么呀 知道 终点距C地的距离相等 就是这个C和D离着终点 是不是相等的 是啊 那这个地就好找了 这路交是不是应该在三份半这个地方 嗯 C在这边半会 那D就在左边半会 对吧 是啊 所以D想有 是不是D实际上应该是在这 能听懂吗 嗯 本来讲究能者多劳 甲走得快 他应该走得多 走四份走到这 你走到这 对不对 是啊 本来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聪明 你不努力也不行啊 你甲走得快 你不老是走你光休息 你也不如人走得多啊 是这意思吧 嗯 你看啊 他说 怎么会这样呢 假是这样的 先走 休息七分钟 这儿是不是休了七分钟啊 是啊 然后最后走到D的时候 人家姨爷走到D 两人就相遇了 实际上是不是这么个过程 嗯 能听懂我这个意思吗 能 他说 问AB两点相距多少米 第一步画出我手就画完了 是啊 你不说吗 一画二抓 是吧 嗯 你要能把这个东西彻底想明白 你不画也行 但你画出来看着它可能就有感觉 对吧 嗯 那接下来我看看我怎么做呢 问AB两点相距多少米 AB两点是不是就全程 是啊 可能是几份 七份 一份 实际上你要告诉我一份多少 我就告诉你答案 对吗 李同乐老师废话是吧 谁还不够成法 答案用一份乘以七 是不是就完了 嗯 那接下来咱就求一份多少 好吧 嗯 我说一画二抓 一手抓比例 一手抓 方程对不对 是啊 实际上不是我用方程 我说一份是A吧 那这儿是不是应该是3A 嗯 这儿是不是应该是4A 那乙是不是走了4A 甲是不是走了3A 嗯 对吧 这个甲走3A的时间 加上这个七分钟 和乙走4A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一码神啊 是啊 这方程就很容易练了 对吧 嗯 所以怎么练方程 甲走了3A 我3A出于谁 就是甲走路用的时间 甲的速度了多少 还找到 80 哎 甲的速度是不是80啊 是啊 所以我这个出于80 是不是甲用的时间 甲用的时间 再加上七分钟 是不是等于你用的时间 是啊 你走了多少 4A 4A出于多少 60 也绝了 丘出A来这个题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嗯 听懂了吗 听懂 这么简单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学习 是不是 就这么简单 听懂了吧 嗯 这我也不忽解 这怎么不忽解啊 来 你告诉我 他俩要通分的话 得乘多少啊 嗯 240 240 那我都乘以240两半 行不行啊 行 乘240的话 这个变成多少A了 9A 9A对吧 嗯 这就9A加多少了 240乘以7 240乘以7对吧 嗯 240乘以7 你怎么不算呀 有必要的时候 我自然不算好不好 嗯 现在我还不想算的 等于 这个等于多少 16A 16A 那16A-9A等于几A呀 7A 7A 7A是不是等于240乘以7 是啊 那你还用算吗 不要 A是不是等于240了 是啊 A等于240 答案是不是就 240乘以7 嗯 所以我本来想不用算了 对吧 看来240乘以7 拖都拖不了 还得算 对不对 嗯 那这样答案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就16A-9A等于7 7等会是答案 是 7A是答案 7乘以7 求不出来就完了 对吧 对 走三下呗 40乘以7等于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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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乘以7等于 14 14 14加280等于 1680 1680 对 答案是不是等1680 是 这会没问题了吧 嗯 李光老师我不太喜欢方程 你说两手抓 我这个左手没力气 光仗着右手呢 对吧 这不行 你得进行发展 进行了吗 嗯 你右手力气大 我教你由于右手怎么做这个题 好吧 嗯 知道比例吗 比例好说 这个假最导弹了 这假 三个字招人烦 你看是不是 你一会走 一会休息 你干嘛 你 对吧 嗯 他假干嘛 你看 假干这儿活 他走了 对吧 走了几 走了多长时间 不知道 走了三份 对吧 嗯 三份 我就写了 走了三份 他是不是也休息了 是啊 休了几分钟 七分钟 七分钟 能看明白这句话吧 嗯 在他休七分钟的这段时间里 有 有没有走路 走了 对你假你休息吧 人家乙是不是不管那个 是啊 你也走了 嗯 这时候乙走了多少 你看 七乘以六十 七乘以六十等于 四百二十 二零 因为乙的速度 我是知道了 对吧 是啊 你的速度是多少 六十 你假休七分钟 在你休息的时候 是走路的 对吧 嗯 在假走三份的时候 乙有没有走路 走了 也走了 对吧 嗯 那假走三份 乙走多少呢 四分 哎 乙有那么快吗 假速度是快的 乙速度是慢的 对吧 嗯 假的速度是八十 你的速度是不是六十啊 是 对吧 哎 你走的路永远是假走的路的 四分之三 对 因为你的速度是四 我的速度是三吧 嗯 我速度是你速度的四分之三 我走的路 是不是永远是你走的路的四分之三 是啊 时间一样 所以你走了四分 没那么厉害 走这么多分 三乘以四分之三 等了多少 四分之九 四分之九分 对吧 嗯 但是总体来说 以实际上走了几份 四分 四分 那你走了四分之九分 加四分二 这是不是相当于 四分 四分啊 是啊 这个是四分一分 是不是很容易求出来了 是啊 一分是不是就四二零除一 来 应该是什么呀 四分之七 四分块 对对对 应该是四减去四分之九 对吧 是啊 你总共走了四分 这有四分之九分 差的这四分之七分 就应该是这个四二零 那一分是不是也出来了 是啊 当一分出来的时候 七分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是啊 当七分出来的时候 答案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是啊 对吧 当答案出来的时候 咱就美了 对吧 对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总之 两字不太难 对吧 嗯 那这个题 我就简单给大家讲到这 好吧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 详细的解决过程 注意看啊 画图 他也知道 应该画什么图啊 分数图 对吧 嗯 画清楚啊 经过分析以后 等于一六八零 是吧 嗯 听明白了吗 这个 听明白了 最后 第一个 画图的时候 知道速度比 一定要画分数图 见清了吗 这个 嗯 这如果写一个这个玩儿 会更清晦一点 对吧 接下来 第二个叫什么呀 就是 比例法 方正法解题 这个时候你要重点学乎这个玩儿 好吧 嗯 它是用的特别特别多的两个东西啊 那关于这道题 我就简单讲到这儿 好吧 嗯 嗯